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 Mixoda's Music Production 我是 Robin 上次介紹了 Static Mix 重要性和怎樣做法 今天所說的東西,將會跟上次說的東西息息相關 因為接下來這個步驟是可以跟 Static Mix 同時進行的 今天要說什麼呢?沒錯,就是 Game Staging 上次說 Static Mix 的時候都說過 做 Static Mix 的最主要原因是想在運音的初期 我們將所有的 Tracks 的音量和它們的擺位 先做一個平衡 至於 Game Staging 在這個步驟 我們就要確保所有的音軌、所有的 Tracks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 Master Channel 的音量 都調教到一個適合的位置、適合的 Level 來讓我們預備好我們之後做的所有運音動作 之前做 Static Mix 的時候 我們都將所有的音軌、音量和 Panning 都調教到合適的位置 而現在 Game Station 的部分 我們最主要看的地方就是最後的 Master Channel 即是所有音軌都會集合到最後的 Master Channel 它的音量究竟是多少呢? 還有最主要呢?我們都是看看它有沒有爆咪 即是 Clipping 的情況出現的 在我這個 Pro Tools 的軟件裏面 如果爆咪,一條 Channel 爆咪 這一盞燈是會亮的 其他的軟件一樣 它們都會有一盞燈來顯示那條 Channel 有沒有爆咪的 你可以對應自己所用的平台 哪一盞燈是表示 Clipping 我自己都很建議大家 這條 Master Channel 的音量 盡量都不要去到太過大聲 我建議保持大概 Average 在-10 的位置 那接下來這段時間呢 我會播一次剛剛上次我們已經做好的 Static Mix 看一下它的音量是去到哪裏 你都會看到我這一條 Static Mix 呢 最後的這條 Master Channel 的音量呢 現在都是大概維持在-10 的位置 最高都是差不多到-5 不會說太高的 那究竟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還是在一個混音的初期 我們都不想做得太大聲 因為我們之後會用很多的 Plug-in 很多的 Effect 加進去的時候 都會影響到這個 Master Channel 的音量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弄得太大聲的時候 我們之後加的所有 Plug-in 影響的音量 就很可能會令到整條 Track App 會有 Clipping 的情況出現 那到那時候再調教音量呢 就會比較浪費時間 和有機會影響到整個 Mix 的 Balance 所以在現在這個 都算是混音早期的時候呢 我們都想把這個音量調教在一個比較保守的位置 免得我們之後會 Clipping 的 那有時候呢 有些人呢 聽過其他人這樣說的話呢 我們混音的時候最好呢 第一,當然是不要 Clipping 啦 第二呢 盡量混到那個聲音呢 是接近零那個地方 即是最大聲的地方 那這樣東西其實是沒錯的 因為呢 在以前我們用 Analog 去混音的時候呢 即是真真實實的一部混音機混音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這些儀器呢 它自己裡面都會有些噪音 有些 Noise 在那裡 所以如果我們呢 不混得最大聲呢 這些 Noise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 Mix 影響到我們的聲音 而且如果不夠太大聲的時候呢 這些 Noise 放大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阻礙我們的 Mix 那但是現在呢 我們去到 Digital 的時候 Digital 的世界 在瘦碼的世界的時候呢 電腦呢 基本上呢 是沒有噪音的 所以呢 你混得大聲和小聲呢 絕對不會影響你最後的聲音的質素的 那所以呢 如果呢 反而如果你混得太大聲的時候 會增加你之後 Clipping 的機會 那所以在我們現在這個混音初期的時候呢 就盡量可以維持在一個保守一點的位置 那免得我們之後呢 就會有 Clipping 的情況發生 那上次剛好呢 我那個 Static Mix 做完之後 那個 Master Channel 的音量呢 都是大概維持在這個負十的位置 那但是有時候我們做完一個 Balance 的時候呢 很可能呢 那個 Master Channel 的音量呢 是比較高啦 或者比較低的時候呢 應該怎麼辦呢 難道我們真的要逐條 Track 走回去 再推翻這個 Volume Fader 那其實不是的 如果這樣做的時候呢 那你很可能呢 就會影響到你之前所做的 Balance 那這個 Pro Tools 軟件呢 有一個 Function呢 就叫 Group Tracks List 的地方 我們選擇 All 的時候呢 我們回到 Add Window 或者叫 Project Window 的這裡 有一個叫 Group Tracks List 的地方 我們選擇 All 的時候呢 我們回到 Mix Window 的時候呢 我們調教的這個音量呢 將會呢 將會呢 就是所有 Tracks 都會影響到的 那所以如果太大聲的時候呢 我可以調教小聲一點 那之後呢 我們回到 Group Tracks 取消 All 回到 Mix Window 之後呢 那個 Master Channel 我們調教回到 0 的位置 那整條的 Mix 呢 那整條的音量就會減低 而不會影響到之前我們做的 Balance 對啦 整條呢 就已經細聲了啦 那最後呢 還有一件事呢 如果你錄音的時候呢 那條的 Tracks 錄得太細聲的時候呢 無論你在 Mix Window 那裏 那裏怎麼推 推到加 12 呢 它都是很細聲的 那這個時候呢 那要怎麼做呢 你可以呢 回到這個 Edit Window 那裏 每一條 Tracks 前面呢 都有一個按鈕的 它是調教整條 Tracks 的大小的 你會見到呢 如果推高推低呢 整條 Tracks 的 Wave Form 呢 都會改變的 那如果你太細聲 即錄得太細聲的時候呢 可以來到這裏呢 整條 Tracks 推高 那你回到 Mix Window 調教那個 Fader 那時候呢 就會自然已經是大聲了 你不用去到加 12 都不夠聲的啦 那今天呢 都簡單介紹了 Gain Station 它的做法 它看什麼呢 和它的重要性的 那 recap一次啦 我們 Gain Station 呢 最主要呢 就是看我們的 Master Channel 它呢 有沒有 Clipping 啦 即是有沒有爆咪 還有呢 我自己比較建議呢 維持音量在一個比較保守的位置 大概在-10 的 dB 左右的 那麽啦 那麽啦 很多謝大家今天呢 收睇我這個 Channel 希望呢 我以上所講的東西呢 都對你自己做運音 自己做音樂呢 都有幫助啦 記住啦 運音呢 都是沒有說對沒有說錯的方法 你找到一條好的歌呢 就是一個好的方法 希望你找到自己 適合自己的運音方法啦 多謝你收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